比三个日本四个英国都要大 东西最远距离比广州到北京还要远 作为少数几个网购不包有省份之一 内蒙古究竟有多特别 今天 邱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 首府是湖河浩特 基本属于一个高原型的地貌区 全区涵盖高原 山地等各地貌 气候以温耐大陆性气候为主 远古时期 内蒙古已经是养勺文化的分布范围 春秋战国之前 匈奴和东湖人等在内蒙古地区游牧生活 战国后期 燕赵秦三国的领土拓展到内蒙古地区 汉朝时期 在漠南地区至五元郡 肃方郡 辖境相当于金八岩卓尔市 包头市和鄂尔多斯市一带 著名将领吕布就来到这里 599年 东突厥利可汗在隋朝的扶持下 在内蒙古建立政权 611年 西突厥处罗克汗也投降了 隋朝短暂的控制了内外蒙古全境 唐太宗使在突厥克汗故地设置都督府 由燕燃都护府管理 947年 耶律阿宝基建立辽国 期间在金内蒙古赤峰市 巴林左西附近建立了都城上京 1206年 成吉萨汗建立大蒙古国 53年之后 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朝 前都开平城 就在金内蒙古的西林戈勒蒙正南西境内 明朝成立后 元朝参与势力退回末北 15世纪末 东部蒙古首领达严寒 统一末南蒙古 后来其16个部49个封建主 曾归属于清朝 清王之后 内蒙古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 分属于若干涉 不过没有统一的行政区化 抗日战争期间 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曾被日本军占领 到了1947年 在王爷庙举行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 会议通过决议 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 如今的内蒙古与我国多个省份相邻 北部还与俄罗斯蒙古建壤 横跨东北 华北 西北地区 讲语可以说非常辽阔 内蒙古究竟有多大 为什么网购是不包邮 内蒙古是中国五个行政自治区之一 面积约118.3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的12.3% 是日本英国的3倍 朝鲜的12倍 北京的72倍 比两个巴黎加起来还要大 广貌无边 坦荡如地 以往无际等等 都无法完全形容内蒙古的广阔 内蒙古是中国跨京度最大的行政省级区域 从内蒙古最西面到最东面的距离 要是但修一条铁路 估计会成为全世界最长的铁路之一 有趣的是 因为内蒙古太大了 想走一圈都不是简单的事 对于其他很多省份而言 很简单的省内出行 到了内蒙古就会变得非常费劲 很多内蒙古人没去过首府 却到过附近省份的省徽 比如海拉尔人去的更多的地方是哈尔滨 乌海人去的更多的是银川 甚至很多人结婚对象都来自附近的首份 而不是内蒙古人 他们为了上胡华浩特的大学 需要横跨上千公里的路程 而内蒙古不包邮呢 主要是因为地广人积 特别是在一些牧区 每十里地才会有一户人家 每一百公里差不多才有一个村落 为了送一个会议跑这么远 需要花费的财力物力是极大的 同时内蒙古比较狭长 就是坐火车给你送也得走两天左右 非常的不划算 因此有的商家才会选择不包邮 虽然不包邮算得上缺点 但广阔的内蒙古有很多好的地方 内蒙古有多大 辽阔之下又潜藏着怎么样的风景 内蒙古自然资源非常丰厚 2012年包头市还被国际社会成为稀土之都 中国稀土资源占全球的36.4% 而包头就占到了中国的87% 这一时的包头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形成了完善的工业体系 成为内蒙古一大经济强成 同时俄尔多斯有着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自然资源 它是世界羊绒大王 其白山羊羊绒被称为转黄金 煤矿资源也超过了1600亿吨 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其一土资源储量又65亿吨 天然气储量则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各种资源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开发 其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 此外虽然很多城市依托于矿产 以重工业为主 但其环境依旧非常优美 有很多著名的景点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 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草原 全国旅游十二圣境之一 每年的69月是最佳旅游季节 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 你可以在这尽情的骑马 或在草原西部的呼伦湖上泛舟钓鱼 岛须沟 被称为塞外西窗版纳 拥有茂密的丛林 清澈的湖水和瀑布 是一个洞植物王国 能够让人珍惜的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美丽 湘沙湾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集观光与休假度假为一体 哈塑海有塞外西湖之城 各种鸟类在湖面上寒旋 岸边流绿成荫 碧水青山相得一张十分多人 而其他的还有厄吉纳胡阳林 海拉尔国家森林公园 以及阿尔山等等 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过来看看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乖 给你发财的小手 给来个点赞 关注吧 咱们下集再见